开悟之后就是觉者 觉者就是觉悟的人 聪明的人和有智慧的人 知道人活着应该为人家着想 你自己的问题就容易解决 而愚笨的人就知道想自己的利益 结果害人家就是害自己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里 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常言道害人就是害己 脑子里思维杂念越少的人 身上才会越干净 对事物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灵法门灵验案例随缘分享 我今天放声结束后 突然感觉胸口堵得慌 我没有生气啊 怎么会有一口气堵在心里呢 碰到这点小事 我一点也不紧张 我立刻求了几遍菩萨 求完当即就感觉舒服点了 但还没有完全好 于是我又念了108遍观世音菩萨圣号 念完胸口一点堵塞感都没有 感恩菩萨妈妈 真的 学佛人就是有天大的福气 遇到事情就能解决事情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 白化佛法开示加持 师父的白化佛法 一定要反复多听多看 很多内容虽然之前读了 看了 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随着在修心修行中 所碰到的三六九劫难和考验 只有脚踏实地 学习师父的白化佛法 才能不掉队 静下心来 能够更好的来找出自己的毛病 才能调整心态 好好珍惜每一天 每天念经 听听师父开示 多么幸福 经文就是我们的粮食 是能量 不能停止 无论怎么样 都要坚持不懈 努力通过念经 消除业障 提升境界 逐渐用心体会 佛陀开示 苦空无常的真谛 才明白 师父开示 平安吉祥 就是最大的福气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达自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端午节的佛学开示 一 精彩问答开示 一 有关端午节的意义 习俗及注意事项 八 家人往生不满一年 在端午节可以包粽子吗 选自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 一百零九 问 请问外婆过世不满一年 母亲可以在端午节包粽子吗 古人是说 长辈过世不满一年 不可以包粽子 又不可以搓汤圆 不在家节 如中秋节庆祝 请问心灵法门 有这种说法吗 答 过去的一些风俗 现在是新时代 而且信佛修心 不用担心 家人过世 只要一个月不要动 最好三个月 九 端午节家中可以挂大悲咒吗 选自弟子提问 师父回答三 卢台长2019年 布里斯班红法解答会 今天是端午节 在家里可以过大悲咒吗 当然可以了 端午节也好 什么节都可以挂 大悲咒最好了 挂上去就是能够吉祥如意 然后我们去亏生涯 好 明白 大悲咒特别厉害 能量大的不得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世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脑子思维杂念多的人 对什么事物都看不明白 搞不清楚 所以就没有了自身的智慧之光 只有当杂念没有了 有了这团光之后 就可以用这团光来化解和照耀你前进的方向 让你的方向越来越明确 这团光称为神光 也称为智慧之光 智慧之光又等于悟性之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